直觉 山下爷爷还年轻时 长期在马背上去照看放养在山上的成群的牲畜 爷爷的木马可谓传奇 他们像就皮革一样老练 优雅地移动着结实的身体 仿佛受棋手思想的指引 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我从没见过那些马 随着爷爷年纪越来越大 放牧的范围小了 种的地多了 直到有一天他年地也不种了 他不再需要马 所以将之前的马卖掉 其余的都放了 他们成被繁衍 等我出生时 山上已有了一群野马 理查德称他们狗粮马 每年我理查德和卢克 都会帮爷爷为赶十几匹马 带去镇上的拍卖会 将他们卖掉屠宰 有那么几个年头 爷爷的目光会越过那些 即将被赶上绞肉机的体弱受惊的马 望着那些年轻的种马夺着布 坦然接受首次被囚禁的命运 眼中游露出一种渴望 然后他会指着其中一匹马说 别装上那匹马 我们将驯服他 但野马不易驯服 即使对爷爷这样的人来说 也是如此 我和哥哥们会花几天 甚至几周时间 先赢得这匹马的信任 这样我们才能碰他 接着我们轻抚他的长领 循序渐进 再过几周 用手环住他宽大的脖子和肌肉发达的身体 这样过了一个月 我们便拿来马鞍 马会突然把头一扬 用力之猛 差点折断龙头或正断缰绳 有一次 一匹古铜色的大种马 当初蓝不存在一样将他撞穿 然后自己从另一头钻出来 浑身是血 伤很累累 我们尽量不给那些要被驯服的野兽起名字 但我们总得用某种方式提及他们 我们选择的都是具有描述性 不带情感色彩的名字 大红 黑母马 白巨人 这些马在功倍跃起 仰起前腿直立 翻滚或跳跃时 有十几次把我从他们身上甩了下来 我以白种姿势 四仰八叉摔倒在地 每次都立刻爬起来 飞快地跑到安全的树上 拖拉机上或篱笆上 以防这些马报复 我们从未成功 我们的意志力陷于他们动摇 有些马医看到马鞍便功倍跃起 也有些马允许人 骑在他们背上在出篮里跑 但就连爷爷也不敢骑他们上山 他们的天性没变 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情又强大的化身 骑上他们就是放弃自己的立足点 进入他们的领地 冒着一去不回的危险 我见过的第一匹被驯服的马 是一匹枣色扇马 那时他正站在出篮旁边 从萧恩的手里咬方糖 那是一个春天 我十四岁 我已经多年没碰过马了 这匹扇马属于我 是一位旧老爷送给我的礼物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他 深信我靠得越近 他便会跃起 撂角子或冲过来 但他只是闻了闻我的衬衫 留下一道长长的湿漉漉的污渍 萧恩扔给我一块方糖 马闻到了糖的味道 用下巴抹扎我的手指 弄得我痒痒的 直到我伸开手掌 想训他吗 萧恩说道 我可不想 我很怕马 或者说是被我想象出来的马吓坏了 它们是重达几千磅的恶魔 野心勃勃 敢用脑袋撞石头 我对萧恩说他可以去训马 我会隔着篱笆观看 我不想给这匹马起名字 所以我们只是叫他一岁 一岁已经接受了缰绳和龙头 于是萧恩第一次拿出了马鞍 一岁看到马鞍便紧张地用蹄子跑土 萧恩慢慢走近 让他好奇地闻闻马凳 摇摇鞍头 接着萧恩妈撒他宽阔的胸膛上 光滑的皮毛 动作平稳 不慌不忙 马不喜欢没见过的东西 萧恩说 最好先把马鞍放到前面让他适应 等他对马鞍的气味和感觉真正熟悉了 我们再将他套到他背上 一个小时后 马鞍被套紧了 萧恩说可以上马了 而我爬上骨仓屋顶 确信出栏会被撞碎 但萧恩爬上马鞍时 一岁紧紧跳了一下 他微微抬起前蹄梨的几英寸 像是打算仰起前腿直立起来 但想想还是算了 于是又低下头放下了蹄子 不一会儿 他就接受了我们要其他的要求 接受了自己被骑的命运 他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在其中 他是别人的所属物 他从没有过野性 所以听不到来自另一个世界大山的狂野召唤 在那里 他既不能被拥有 也不能被人骑 我还是给他起名巴德 一个星期以来 我每天晚上都看着萧恩和巴德 在苍茫的暮色中穿过初篮 终于 在一个柔和的夏日傍晚 我站在巴德旁边 在萧恩稳稳按住龙头时 抓起缰绳 跨上了马鞍 萧恩说他想摆脱过去的生活 第一步便是要远离以前的狐朋狗友 忽然间 他每天晚上都回家 早点失作 他开始开车 送我去重新剧场排练 高速公路上只有我们俩在漂流时 他情绪平和 轻松愉悦 他会开玩笑打趣 有时也会给我提建议 主要是别学我过去那样 但一到剧场 他就变了个样 起初 他只是警惕地盯着那些比他小的男孩 不久就开始找他们的茶 不是故意欺负 只是小小的挑衅 他会把一个男孩的帽子弹掉 或者将对方手中的汽水罐打扮 对着蔓延在男孩牛仔裤上的污渍 哈哈大笑 如果有人对他提出挑战 通常不会有人这么做 他会表现出一副流氓像 一副看你有种的冷酷模样 但之后 只有我们俩时 他的面具卸掉了 那种虚张声势 就像胸甲一样脱落 他还是我的哥哥 我最喜欢他的微笑 他的上全尺没有长出来 小时候父母带他去看了很多整体自然疗法的牙医都没注意到 等到发现为时已晚 23岁时 他自己找了一位口腔外科医生 此时牙齿已从侧面钻进了牙银 一直穿透鼻下组织 外科医生拔除了这些牙 并让肖恩尽量保护好乳牙 等乳牙全部烂掉 医生就会给牙齿打妆 但他的乳牙从未烂掉 而是留存下来 成了错为童年的顽固遗物 提醒那些目睹他毫无意义 无休无止 不负责任的好斗行为的人 这个男人曾经也是个孩子 那是一个雾懵懵的夏夜 再过一个月 我就15岁了 太阳已经落到巴格峰后 但还有几小时天才会完全黑下来 我和肖恩来到处兰 那年春天驯服巴德后 肖恩便对马很上心 整个夏天他都在购买纯种马 和帕索菲诺斯马 他跳的大部分都是未序化的野马 意味价钱便宜 我们还在训练巴德 以多次骑着他穿过空旷的牧场 但他仍经验不足 容易受惊 捉摸不定 那天晚上 肖恩第一次骑那匹新买的古铜色母马 肖恩说 他已经为短途骑行做好了准备 于是我们跨上坐骑 他骑母马 我骑巴德 我们往山上走了大约半英里 小心翼翼的蜿蜒穿过麦田 以免马而受惊 然后我做了一件傻事 我离母马太近了 他不喜欢有匹扇马紧跟骑后 毫无预兆地向前一跃而起 前腿支撑身体 后腿高高抬起 角色踢在巴德的胸膛上 巴德发狂了 我总是在缰绳上打一个结 让他们更结实 但没有牢固地抓手 巴德猛地一颠 然后弓背跃起 一波波甩动着身体 缰绳越过他头上飞起 我拼命抓着马鞍脚 弯曲大腿 紧紧夹住他鼓鼓的肚子 没等我看清方向 巴德便死命朝峡谷直冲而去 时不时跳跃 但一直狂奔 我的脚从马蹬上滑了下去 小腿卡在里面 那么多年夏天 和爷爷一起驯马 我只记得一条 他给过的忠告 不管发生什么 千万不能让脚被马蹬绊住 无需解释 我知道 只要脚没被绊住 我很可能就没事 顶多摔在地上 但是如果脚被套住 我会被拖着 直到头碰上岩石状态花 孝恩骑着那匹 未驯服的母马帮不了我 一匹马要是歇斯底里 另一匹马也会跟着发疯 尤其是年轻的 和精力充沛的马 孝恩所有的马中 只有一匹七岁的 名叫阿波罗的鹿皮花纹马 足够年长冷静 能单此重任 当他鼻翼煽动 全速飞奔时 如果骑手一条腿离开马蹬 探身驱垢另一匹受惊的马 吊在地上的缰绳 他仍能冷静地配合 但是阿波罗还在山下 半英里远的触篮里 直觉告诉我松开马鞍脚 这是唯一不让我从马身上 翻下来的抓手 如果松手我会摔落 但我会有宝贵的时机 抓住快速移动的缰绳 或者试着从马凳上抽出小腿 我的直觉在呐喊抓紧行动 那些直觉是我的守护神 以前他们救过我 在我骑着跃起的马十多次 指导我何时抓紧马鞍 何时避开马蹄的撞击 多年前 当爸爸倾倒废料箱时 也是这些直觉 促使我吊在箱上 因为他们比我还清楚 从高处摔下来 也比指望爸爸插手墙 我这一生中 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 只有依靠自己 胜算才更大 巴德直立起来 头抬得如此之高 我都担心他向后倒去 他重重放下前提 猛的一跃 我抓紧马鞍脚 下定决心 出于另一种直觉 我绝不放手 即便骑着那匹 未被驯服的母马 萧恩也会追上来 他会创造奇迹 母马甚至听不懂 他喊架的命令 他便用靴子戳他的肚子 他之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于是后腿直立 东狂地扭来扭去 但是待他蹄子一落地 他便往下拽他的头 又更用力地踢他一脚 因为他知道 他还会再次立起 他会一直这样做 直到他跑起来 接着他架着他向前冲 任他疯狂加速 以某种方式引导他 尽管他还未领会 这些奇怪的舞蹈动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动作将成为马与其手间的一种语言 所有这一切会在几秒内发生 本该花费一年时间的训练 缩减为一个危急时刻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甚至在想象知识我就知道 但我一直紧抓着马鞍 巴德陷入疯狂 他一边向上冲一边攻起背 猛地跃起 然后甩着头将蹄子摔在地上 我的眼睛几乎看不清眼前的事物 只见金黄的小麦四处飞溅 蔚蓝的天空和大山出奇地晃动 我失去了方向感 以至于我不是看到 而是感觉到 五马健壮的古铜色身躯 来到我身旁 萧恩从马鞍上抬起身体 向地面倾身 一只手紧握缰绳 另一只手从草丛中 捡起巴德的缰绳 缰绳拉紧 迫使巴德的头向前抬起 头背提着巴德就不能攻背跃起了 于是他平稳而有节奏地跑了起来 萧恩用力拉住自己的缰绳 将母马的头拉向他的膝盖 迫使他绕着圈跑 没跑一圈 他便把马头拉得更紧 把缰绳缠在自己的前臂上 让圈缩得越来越小 直到碰碰作响的马蹄停了下来 我从马鞍上滑下来 躺在小麦里 痒痒的麦杆刺进我的衬衫 在我头顶上方 两匹马都气喘吁吁 他们的肚皮一吸一鼓 蹄子落在泥土上 本章结束